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视频咱们来聊一个热点话题 有关年轻人工作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2021年现在通胀非常的严重 无论大家的出行还有日常开销呀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涨幅 您看这油钱直奔五块钱去了 这个车呀也是涨得非常严重 有些车您甚至需要加价购买 在这样的一个通胀的环境下 您猜怎么着 咱们打工人的工资没涨 包括如远行者一样呀 咱们都是这样子 生活成本增加了 但是工资却没有涨 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就造成了现在美国很多的中青年人 开始辞职找寻新的工作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如远行者就要和大家聊一下 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 想要辞职找工作的人 我们应该做何种准备呢 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为什么如远行者说现在是一个 辞职大流行呢 现在像有些职业网站 比如说Monster的数据就显示 有95%的员工呢 正在考虑找寻新的工作 另外有92%的员工呢 也考虑换行业找新工作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仅仅是因为说 这个通胀系数变了 生活成本增加了 导致了我要换工作 因为在美国 这个涨薪是有非常大的讲究的 之前呢 你知道在中国的时候 大陆工作 可能你工作表现好 都会有不同幅度的涨薪 这个涨薪的幅度呢 也是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 甚至百分之二三十都不等 但是在美国呢 因为美国的这些商业化 已经非常的稳定了 所以说每年的涨薪幅度啊 如果您的公司每年愿意 给您涨薪百分之三 其实那就谢天谢地了 而这个百分之三的涨薪 并不是因为 你的这个工作干得有多好 而是因为 因为有通货膨胀 所以说呢 要按照百分之三左右 来给您进行工资的调整 所以说呢 在美国这种涨薪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涨薪 而是像退休人员的 这个退休机每年的调整一样 是根据通货膨胀来的 很少有说您这个岗位 因为你个人的表现 所以说要给你涨薪多少 基本上都只按通货膨胀 来进行调整 大家都知道 2021年的通胀系数 跟2020年相比 平均值都超出了百分之五点五 所以说公司只给你涨薪百分之三 的话 那么里外里 其实你的工资呢 是缩水了百分之二 所以很多人呢 就愿意跳槽 因为跳槽的一个新的公司的话 在进行洽谈的时候就可以和人士来进行沟通 工资的价位是多少 因为在美国基本上这样一个公司的某一个固定的职位 他的薪资呢 是稳定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大家现在就要考虑换工作要跳槽呢 就是因为现在企业肯定来百分之三的涨薪都不想给涨 当然也不是企业的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大流行的影响还没有过去 在慢慢的陆续的复工 那现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就要求给你涨薪的话 我估计企业的领导要换作是我 我也不太愿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重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及大流行的影响还没有过去 这两个条件 所以很多人呢 就觉得我要换工作 我要甚至可以换行业换工作 那说到这里呢 就来到了这个视频要聊的重点了 咱们在考虑换工作 甚至换行业之前应该做何种准备呢 那骑驴着马的这个事情 我就不要和大家提醒了 大家很多都是有着工作 然后同时再去投简历 然后面试其他的公司 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当然是不错的 我今天主要从整体的方向上来和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要考虑换工作 这么几点你得做到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确定你的目标 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不是说我想要换工作 我就立马去网上搜 然后换工作投简历海投 在美国这样是不科学的 因为在美国每次找工作的时候 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职位 您是需要不同的简历 根据它的岗位不同 而且你还要写cover letter 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职位 你要写不同的这个信件 所以不能海投 您必须要确定自己的目标 把自己想要的职位 和比较想去的公司列出来 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搜索 进行学习 那第二点呢 就是在各大的求职网站上 设置一些 感兴趣的工作和岗位 或者说领域 因为现在不管是monster 还是indeed 这样的求职网站呢 如果说你有账号的话 你是可以设置你感兴趣的一些行业 或者职位的 如果说有了这样的职位 在某一个你想要的城市 或者就在你的当地 他会给你发工作提醒 这样子呢 不会错过某一个你想要的工作 说不定还是一份高薪的工作呢 所以这样的好方法 一定一定要把它用上 第三点呢 就是最重点了 就是要调整你的简历 我从来就不支持说一份简历 给所有的公司投 尽管比如说你做的是市场营销 但是不同行业 不同公司的市场营销 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说 把你的简历弄成一份 然后给所有的公司投 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比如说我拿如远行者来举例子 如远行者会剪辑视频 但是我要投的是一个办公室文员 可能他用不到剪辑视频的这个技能 我就算把剪辑视频的这个技能 说到我是高级剪辑师 也没有用啊 他根本用不上 而另外一点 如远行者开过帆船 环游世界 在人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 都不超过千人 那我算是很不错了吧 但是这个跟你找一般的工作 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是海边救援队 或者说是帆船领域 体育领域 可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说您投的是一个销售岗位 你把这样的一个经历 写到您的简历上 除了让人家觉得 哇哦 这个人好厉害哦 对你找到得到这份工作 没有一点帮助 所以不管你有什么人生经历 根据你啊 投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职位要求 来进行有选择的填写 不要把你所有都擅长的都写上去 有地方师 第四点呢 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大家都知道 我刚才说了 咱们现在想要辞职 想要跳槽 原因就是因为 钱给的不够呗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人找工作 所有的人跳槽 不都是为了钱吗 我在这里干的不爽 什么不爽呀 根本没有不爽 这么一说 就是因为money不够 但是您不能在找工作的时候 人家问你 哎你为什么跳槽 为什么从上一个公司离职 你不能直接就说 他给我的钱不够吧 心知肚明 但咱不能这么说 所以说呢 在找不同公司的时候 不同职位的时候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原来的岗位 和现在投的岗位 找出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辞职 为什么想要到这个公司来 以及你要换行业的话 您需要找到一个 让人喜悦重复的理由 而不是因为咱差钱 而我相信啊 所有的面试官一定会问你 你为什么从上一个公司离职 这是绝对会问的问题 那既然他绝对会问 那为什么不提前找到一个理由呢 哎 打个引号 理由 第五点呢 其实就是我之前的视频当中 一直在说的 大家一定要增加自己的副业 你不要把所有的本都压在一个上面 就是我要去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或者说我要去找一份工作怎么样 您在找工作的同时 您在骑驴找马的同时 您一定要开展自己的副业 就是说自己去创业 因为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 我相信创业每个人都可以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这些技巧 您不会计算机 您就算是一个卡车司机 您说哎呀 我这开车的火能有什么 哎 卡车司机也可以做YouTuber啊 很多人还很火呢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副业 有些人是厨师 人家就把这个厨师做饭的全过程录下来 很多人都看我也会看 您猜怎么着 如远行者的粉丝都是些吃货 因为我每次在看视频的时候 只要看到有人做菜 有人做饭 做饭的步骤 做饭的分享 如远行者的粉丝也观看了这条视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围看 哎呀妈呀 关注如远行者的粉丝也都跟如远行者一样啊 好吃 只要YouTube的首页跳出来有关吃的内容 都会有一行字写着 如远行者的粉丝也有看哦 好了 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主要就是说 大家要拓展自己的副业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因为现在的大流行虽然百年难遇 但是大家想一下 从2000年到现在 咱们遇了多少百年难遇的事情 其实都很容易遇到 所以防患于未然 不要安定下来 一定要让自己忙碌起来 找到更多的挣钱途径 才是No.1应该做的 那么No.2呢 就是省钱投资理财了 如果说大家想投资理财炒股的话 可以使用如远行者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注册 因为我的链接注册呢 我和你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免费股票或者奖励 那当然我这里说的是 少量的资金开始学习 您不要不开始 您也不要一下子放很多钱进去 因为现在股市不稳 投资有风险 下单续谨慎 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